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 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的朋友 请您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 在哪个城市收看 来欢迎今天四位来宾 首先 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 黄介生教授 王老师好 大家好 另外林传媒董事长 施威权施东好 道姐好 还有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 施孝伟 孝伟中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美国共党前亚太区主席 Ross Funger 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来看的 就是从华尔街日报 这个专题分析报道看起 标题是这样的 The US is not ready for the era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那这个标题的意思 其实就是 美国对于大国竞争 还没准备好 特别在这个分析报道当中 面对了美中的大国竞争 全面分析了美军的台海战略 提出的问题包括了 美国年度国防预算超过8000亿元 但是军备严重不足 还有在去年的CSIS的兵推当中 从这兵推结果发现到 美军一个礼拜就用完了 所有的远程反舰巡逸飞弹 而分析原因包括了几个 像是伊朗问题 还有俄乌战争 导致美军的资源分配是分散的 以及国防武器制造商数量减少 还有提到了恐攻事件 911的事件爆发以后呢 发展次世代的计划被彻底的搁置 美军的战略呢 也从大国竞争转向了反恐战争 这是关键的几个原因 另外也提出了解决方案啊 就是在2019年 曾经举行了一场秘密的兵推 还有呢找出搭配外部势力 外部力量跟内部力量的一个适当的黄金比例 但找到了吗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讨论 还有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呢 拜登政府在2022年的目标 证明美军可以阻止北京来夺取台湾 好这篇分析报道先想请 接任老师来帮我们看一下 尤其是提到了两个问题 美军资源分散还有军工的量能部署的问题 您怎么看 我们一般都知道两件事情 一个叫做摊子扑得太大 另外一件事情叫做贝多尔利芬 通常这些基本的逻辑 大家清楚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 就会比较清楚 真的 因为美国他早期号称 在冷战的时候是世界警察 那么讲比较好听一点的话 就是世界大部分的空域跟海域的 一般的安全 包括商船包括民用航空 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 那么占据了很大的一个比例 换句话说就是美国对于全球公共空域 跟公共海域所提供的安全保障 让很多国家变成freerider 就是搭顺风车 那么使得美国负担比较大 那美国现在面临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 美国作为所有盟国的世界兵工厂的位置 已经不存在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在于国际经济的发展 那么所谓全球化趋势 导致了全世界各国的高度分工 那这个分工的情况之下就使得美国有很多产业外移 美国现在军工企业面临整个军备体系面对三大问题 第一个就是所谓劳工问题 劳工一方面有技术高技术的劳工 面临了退休的年份 另外一个就是新的念这种愿意专门在国防产业来服务的年轻人变少 为什么因为有很多高科技公司 Google啦 这个Meta就是以前的Facebook 它吸引了大量的年轻的人去追逐那些科系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 这个它因为市场分散 也就是说它的货源 它依赖的是全球供应链 这个供应链包括材料等等 当它发觉出现问题的时候 供应链出现问题的时候 它的材料的备料就会不够 所以它发现材料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所谓研发能力 因为获利的减低 所以当然这个获利减低这几年特别严重 包括COVID等等 那么所以它的把获利再拿来作为研发的投资 相对比例就降低 而且低到蛮骇人听闻的角度 所以现在都不太有公司花超过7到8个%的获利 拿来再去做研发 那么这个对于国防工业来讲都是很大的警讯 所以单就美国来看 孝伟雄您怎么看 我们讲说如果是大国的军备竞赛 美国有哪些项目特别在此刻是值得堪率的呢 其实它关键还是在因为反恐战争 因为反恐战争的这个二十几年下来 让美国的国防支出 大部分都留下了反恐战争相关硬的这样的部分 为什么现在美国跟大陆之间在军事上面来讲 感觉美国好像不是像过去那样 能够一面倒的这个压倒共军 当然他说美国还是在很多项目方面是具有优势 但譬如说中国大陆 它为了就是要能够遂行它在西太平洋地区 因为毕竟两岸之间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施政方向 所以它为了制止美国的这个区域拒责跟介入的能力 它开发投入了大量资源在反区域拒责的这个能力上面 因此大陆开发生产了大量的短程中程的这种地对地的弹道飞弹 或是长城反舰巡逸飞弹等等 而这些东西刚好却是美国这二十几年来所缺乏的 为什么 因为美国就变成说专门去到处去怎么样去把这个地洞里面的地鼠找出来打 那反而忽略了那个外面的真正捏大老虎 所以就变成说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的军备其实你看这二十年来 并没有非常特别或是耀眼的这样一个跨世代的进步 但中国大陆反而是从无到有 因为过去1979年大陆开始跟美国建交 然后之后开始改革开放 然后它其实大概到二十世纪的 二十二十一世纪交界的时候 开始大量投入资源做军事现代化 但是因为它要做事情只有军事现代化 但是美国忙着到处去地树里面找地树打 所以两边的军备发展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 当然特别现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而且其实今天美国的那个威胁 不仅仅是只有那个中国大陆而已 虽然说俄罗斯传统兵器现在看起来实在打得不怎么样 但是不可否认的俄罗斯毕竟还是这个地球上 到目前为止唯一有能力毁掉美国的国家 这是现实 所以那好 那在这些项目上包含这个战略性的这个武器 或者说是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全力开发的高超因素这一类的武器 美国在这一方面 美国过去其实在911之前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 但这些研究就随着911的这个发生之后 很多东西就搁置下来了 所以他现在就在做的事情就是赶快去把当年911之前 做那些研究冲找出来 然后开始能够让它那个量产化 然后成为武器 这是美国现在要集体值追的地方 但是跟大陆有很大的差距 荒洋补牢还来得及吗 其实我觉得可能要花至少5到10年的时间 刚刚夏伟雄提到一个重点反恐是关键 我们想想在20多年前这个911发生以后 那随着这个政策的改变 本来原先是发展这个尖端的高科技 但是针对了反恐就开始发展不一样的这个武器 911的事件的爆发 这个反恐真的对于这20多年来 美国特别在军武政策上 研发的这个方向上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施总你观察 美国舆论对这种美国军备的焦虑 我觉得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内部政治的因素 快要编预算了 那基本上军火工业 他们有他们的需求 美国的政治人物是他们的一个代理人 这时候舆论有特定的造势的声音 这个东西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一个是相对性的 当中国的军备激起直追 而且有显著的发展的时候 美国当然有这样的一个焦虑 但是事实上从实际的相对数字来看的话 中国的军事费用 它占GDP大概就是2%或2%以下而已 事实上是低于整个全世界的平均值的 我们看到的是说 它每年的成长率大概是7% 可是每年也就是大概维持这样的一个数字 整个总体的数字来讲 事实上还是差美国 非常的多 那回到说 到底是不是因为反恐影响了美国的整个军事的 它的军备的准备呢 基本上当然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华尔街日报讲的 我觉得比不上黄老师讲的来得精确 黄老师讲的是说贝多而立分 那华尔街它这媒体报道的是说发展转向 事实上整个发展有真的因此而完全转向吗 还是说贝多立分 但是它原来的发展仍然保持住 我这里要点出的是说 事实上反恐不只是一个军事行动而已 如果是军事行动而已 它根本不会有一个国土安全部的成立 当初花了400多亿美元 现在它的年预算是500多亿美元 可是整个国防预算是8000多亿美元 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得出来说 反恐它基本上一个很大的重点 还是在它内部的一个维安 它内部的安全 以及它的情报和事先的预防而已 911事件之后美国内部研讨的一个最大的 一致的结论就是说 事实上这是可以预防的危机 这是可以管理的一个危机 但是是漏接的 那我们从国土安全部成立以来 整个不管是在法律上的改变 或者设备 或者是人员上的增压等等 都可以看到说所谓反恐 不只是一个军事行为而已 贝多而立分导致中美的军力 现在你说旗鼓相当也好 或者说已经有若干的落差 Ross 你了解美国的状况是如何呢 问题是美国不只是有在亚太地区 有它的obligations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讲 防空这个时代或许已经过去了 已经到了20年 美国已经撤退阿富汗 但是事实不是这么简单吧 美国还是要需要在博士湾 中东地区有军事部署 毕竟很多国家跟美国有 非常密切的安全的关系 包含伊斯莱或沙烏地亚 加上伊朗这个核物的发展继续下去 如果美国银牌就是对中国的银牌 像拜登政府说一些资源 不管是预算海军等等之类 要掉到亚太地区 能不能跑去伊斯莱等等 或沙烏地亚我们中东地区的盟友 从这个因跟果来看的话 这因为反恐的 如果反恐是个果的话 你要想因是什么 但是这个反恐是 It isn't over 这个我们真的要记得 包含最近几个月 美国也是在 不管是在首帽里 或其他国家也有相关的行动 比如说暗杀恐怖集团的领袖等等 所以目前美国这些国防 或国家安全的专家 我相信他们也是觉得 我们不能在中东地区放弃 我们那边的部署 但是也希望 我们可以在亚太地区增加 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还没有很仔细地讨论 那就是乌克兰 美国也要军援乌克兰 而且这是主流 目前在美国是主流一件 是支持乌克兰 美国立场就是继续地维持世界秩序 但是我相信将来几月 会有越来越多美国的专家会说 台湾呢 台湾呢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们的国防部长邱国正 在3月6号他证实说 美军在过去呢 有意把在日本韩国菲律宾 都有设置叫做东亚军备库存 也设在台湾 果不其然呢 在立法院就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说是的 台美双方正在谈 不过如果正在谈这个东亚军备库存 大家也好奇的是说 那美方会放什么样的军备库存 什么样的武器在台湾呢 你会把武器放在台湾 如果是为打仗的话 或者是支援亚洲各国的话 你把东西放在台湾 它有三件事 第一个 你对台湾还蛮有信心的 就台湾不会掉 不然这些东西都被别人拿走了 这是政治上 另外一个就是军事上 如果要支援盟国的东西 你可能不会放在台湾 为什么 台湾孤悬在海上 如果一旦打起来 你说再把放在台湾东西 拿去支援别的地方 那个困难度要高得多 第三个 就是你不会把台湾用不到的东西 丢在台湾 一定是台湾可用的 所以从这几个角度里面来看的话 应该主要就是 比如说 以台湾可用的来讲 我想大概三个 一个就是精准弹药 也就是说台湾的不管是F16 或者是未来的什么 就是可以移动式载具里面 攜带的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 战号补充的东西 比如说 刚刚我们一开始节目的时候 讲到 说一个礼拜就把弹打完了 你如果数量不够 你就撑不了 并不是你有没有作战意志 而是你没弹 没弹也可用 第三个就是后勤补保 有很多零件 飞机上去下来 有些东西得更换 我想基本上是这些 不是说把所有的大家伙 好家伙 通通堆到台湾来 或这个报道媒体上面的标题 就是给台湾下了一个 东亚军备库存 不是用这么专有名词 而是用一个弹药库来形容 就变成了美方的弹药库 但是国防部长邱国正他想说 正在谈 可是你谈的话 必须要去考量的是 符不符合双方的利益 那如果有利益 那当然就可以谈 可是如果要谈的话 各自的考量会是什么 是总您觉得 如果今天中华民国陆军说 要建一个弹药库 就放在环宇电视台的旁边 我不知道制作单位 是会担心还是欢迎 就我个人的立场 我会马上问一个问题 你放在这一边 那以后所有权是谁的 谁有这个钥匙 谁可以用 我有没有用的能力 还是我只能等你来用 所以弹药库是什么 它绝对是一个双刃界 事实上这个议题 在去年10月9月的时候 美国方面就有舆论 在提出来讨论 那美国也有一些专家 就提出说 中共因素是一个考虑 从中共的立场 这绝对是一个挑衅的行为 那从美国防卫的一个立场 这代表美国的战略模糊 态度是改变了吗 事实上 还是要在战略上 厘清到底美国要怎样做 才来决定说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战略库 战略库的需要 以及战略库 它存在的一个价值 那所谓的过去的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就50年代韩战之后的惨 我要强调一下 这里的中是指中华民国 也就是说 美国跟中华民国 没有邦交之后 美国跟中华民国 之间也没有这样的一个 军事共同防御的一个义务 那从一种原则或一种政策的一个立场来讲 只要美军舰靠港 或者是美军套上台湾的土地 这基本上都是对红线的一个侵犯 如果美方真的希望台湾可以储存相当程度的弹药 透过这样的形式 透过这样的名义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如果是用军售或者是军事交流的名义 跟说这就是属于美军的 美军常常有钥匙 以后也只有美军可以开启 也只有美军可以用中华民国 国军都不能用 那我觉得在实质上 就等于是美国的驻军行为 那这基本上在政治上是非常严重挑衅的一件事 那请问钥匙在谁的手上 通常这个 agreement 那这种 agreement 钥匙就是在美国的手上 菲律拟最近上新闻 因为菲律拟是答应 因为菲律拟跟美国本来就有这个 agreement 那最近菲律拟答应美国可以扩大 那个那个藏库的地点 对不对 那但是钥匙 基本上钥匙是在美国的手上 好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你说它会不会被政治化 还是说它纯粹从军事来看 就是邱国正同样也表示说 中国大陆今年对于台湾的动作 比去年严重 而且他说解放军的基建扰台 他说很可能会突然就进入到24海里 甚至接近逼近12海里 可是他强调说 中华民国的国军会很节制 而且强调不发动第一级 免得让解放军 有挑起更大军事冲突的机会 笑语兄请教 这个不发起第一级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之前在外岛不是无人机 最后决定说 只要侵入就是党 好 当然 那外岛的无人机 其实是一个比较 吊诡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其实像以金门马祖 其实说真的 大家可能很难理解跟想象是 金门跟马祖 基本上是在中国大陆的领海极限里面 所以就变成说 除非它真的飞到我们的阵地上空 我们拿个竹竿把它捅下来 那的确也是应该的 之前那时候 我想可能也是因为授权不够 或是在这方面 当时还是个灰色地带 但是像现在 他现在讲到 就是说大陆今年有可能会让他们的这个基建 突入24海里 甚至这个 接下来会甚至激进到12海里 但部长也讲了 如果真的进到12海里 我们就 我们就绝对不能容忍了 进到12海里是真的不能容忍 不能容忍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再是被动 还是我们就主动 其实我觉得他话的意思应该就是 我们不再被动 而且说真的 进到12海里 我们还没有动作的话 那我觉得中华民国国防部 也就关门大吉算 12海里就是领海领空 对 其实12海里跟领航 对中华民国防御上面来讲 那已经是绝对领域了 那绝对不可以让外人进来 那个说怎样就怎样 所以在他后来也有讲究说 如果说真的进到12海里以后 那个军方会采取断然的行动 但是当然12到24海里 它本身在国际法上 其实还是有一些很灰色的地带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12到24海里 虽然说它是一个净零水域 但是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 还是 并没有那种强制的指法权 比如说它的飞机真的飞进来了 很现实的是 我们还真的不能把它打下来 而且即便它真的进到12海里以后 对不对 我们如果说 它如果表现不是那么直接要 冲进北台湾 进来一下 要进来 要甚至于有那种很明显的 这种敌意行为的话 你还要经过事先的那种辩证 然后驱离 甚至在它的行进路线上 对不对 给它非常强烈的警告 如果它通通不理 通通不理会的话 这个时候你采取 脊落的措施 在正当性上来讲 才不会被国际所质疑 所以这件事情上面来说 我觉得对岸 会不会在今年加大力道 然后去进到24跟12海里 我觉得很大的因素 还是要看外部的因素 也就是说在国际上 或说是台美关系上 有没有一些更让北京 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的情况出现 如果这个情况真的出现 那你说北京 其实从过去到现在 北京以它的军机到海峡上空活动来讲 它在两国论之前 它的军机基本上是不进入台湾海峡的 偶尔会来 那的确你说完全没有 那也不对 但是它基本上来说 它那个时候 它的军机基本上是不离开海岸实力 但两国论之后 大量进到海峡上空 而且甚至于还两次擦边球 越过了海峡中线 后来美国出来做调认说 你们两面不能这样 那就海峡中线一人一半 但是你看 那为什么它又突破海峡中线 就是裴霍熙来访问台湾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北京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 它一定会找一个重大的政治 重大事件 事件 作为它跨越原先 末届那个线的一个借口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 对台湾来说 我们这次要不要再 让北京有这样的一个借口 来进到我们24海里 这其实就是考虑 那个考验嘛 台北跟华府之间的 这个政治领导人的智慧 不过在这篇报道当中 特别提到说 针对中共大陆的 反介入战法 他就提到说 美国曾经在2019年 举行了一场秘密的兵推 这个兵推内容 主要在评估 两种美军配置在台海战争的表现 一种是完全由美国长城轰炸机 还有飞弹所组成的外部力量 另外一种是由飞机船舰 还有陆战队共同组成 在中国大陆战机 还有飞弹射程内 作战的内部力量 但结果显示 两种方法都没有办法单独用一种而成功 直到现在美军最主要的研究 是希望找出两种力量 如何在搭配上 找到一个最佳比例 Ross怎么看分级报导当中提到的外部力量 跟内部力量的比例的配合 当然我们不知道 到时候如果真的发生战争 这个比例 对的比例到底是什么 因为它随时可变的 对 所以唯一的方法是 两个都要做好准备 都要做好相关的投资 但是问题来 就像我们刚刚都讨论 不管是造船长或相关的人才等等 这个是美国要解决的问题 也是台湾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也涉及到最近几年 那就是美国国防系统内部的很多竞争 不管是海军部战队 他们说tanks我们不需要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 他们说如果真的要用这个内部力量 那你海军陆战队 tanks也没有了 那我们看过去 还是连海军陆战队还需要 不管二战或其他的战场 还是需要 所以这个会有很多竞争 我们看这个华尔街日报 他们采访空军的将领 他是从空军的角度来分析相关的问题 但是其他的不管是海军 就包含海军陆战队 连陆军最近一两年 以前我们都认为 陆军在亚太地区 如果真的打仗的话 陆军没有太重要的角色 对不对 但是最近一两年 陆军也说 如果真的跟中国打仗的话 或我们要解放台湾 我们陆军也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相信每一个军事系统的 不同的 不管是陆军海军等等 都有不同的意见 唯一的方法是要投资更多 投资更多 最近在台海之间 其实有个热门的名词 就是灰色地带 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几个 灰色地带 在台美关系上面 有没有灰色地带 等一下讨论 马上回来